一场车祸让母女二人阴阳相隔 我心里这么晃的 这么加不进来了 直把米撞击拖影 为侦查方向摆下伏饼 车不是自己熄火的 是活生生的叫闷熄火的 层层调查 不开重重迷踪 发现赤城 一直在附近的工作上 来回徘徊 当时他一看警察就说 这是利盟 我非常全力 敬请收看本夕夜线 车祸背后的迷雾上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今天我们要说一起发生在安徽复阳的车祸 这个车祸因为发生在一个非常漆黑和偏僻的小路上 当时是一辆小汽车撞了一辆电动车 然后电动车上的一对母女一死一伤 但问题是在正常的车祸里面 一个赵氏车辆当他发现他自己撞人撞车了的时候 他肯定会刹车 但是警察勘测现场的结果是赵氏车辆没有任何减速刹车的意思 他是全速冲向那辆电动车撞了 然后直接就跑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 2015年8月4日晚 安徽省复阳市颖东区复口路发生了一起车祸 接到报警后 复阳市公安交警支队的警察迅速抵达了现场 有一辆小型轿车下面卡着一辆电动两车车 然后在这个小型轿车的后尾部 有一女性倒在路边的土路上 然后发现还有一名小孩 事故发生地处于施工阶段 道路狭窄路面漆黑 这就为侦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包括摄像监控卡点这一块 全部已经被拔除 在排查完现场后 侦查员第一时间找到了当时的报警人卢某 卢某说 被撞的这两个人他都认识 大人名叫尹某 是他的小学同学 小孩则是尹某的女儿 今年7岁 据卢某描述 事发后两人均有生命体征 然而就在120急救车抵达现场时 尹某已经停止了呼吸 他的女儿紧急被送往医院救治 根据现场调查 一条长达18米的撞击拖印 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后来我们通过现场看查发现 整个撞到尹某之后 一个拖行18米的距离 车不是自己熄火的 是活生生的叫闷熄火的 就车叫闷了以后 走不动了 然后就熄火了 然而 侦查员在现场 却没有发现肇事车辆任何的刹车痕迹 且在出事后 肇事司机迅速逃离了现场 整个逃一二年 原则上一般的来讲 都是根据离遗留在现场的 肇事车辆的信息 来去插和驾车人 当天夜里 侦查员就针对肇事车辆的来源 展开了调查 然而最终的结果 却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据魏先生回忆 到市的车辆 是被一个姓月的女子 租走了 当时说的就是想 我想租一部车 然后到外地去跑一下业务 做生意用 有嫁人身份证 他说都有 当时说用两三天 经过初步判断 警方认为 月毛存有重大嫌疑 经调查 月毛是本地人 今年三十岁 在复阳市的一家百货商场上班 随即 侦查员立即赶忙了月毛的住处 然而 月毛当天并没有在家 侦查员便找到了月毛的父母 然后他父母说 他女儿当天应该不在 尹东福口路那附近 应该是在尹州区 那个市区 人民路附近在吃饭 同时还有吃饭的很多人可以作证 月毛的嫁人 拿出来给那个月毛家人分别 月毛家人就说 这个人我们不认识 不是我女儿的 经汽车公司魏先生辨认 月毛也不是当天租车的那名女子 很快 她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同时 侦查员意识到 月毛的个人信息 有可能被别人盗用了 于是侦查员找来了月毛 让他对驾驶证上的照片进行辨认 辨认过后 月毛告诉侦查员 这个人 他也不认识 重要线索的中断 令案件陷入僵局 此时 侦查员想到 类似造势车辆的小型轿车 大多都装有GPS定位系统 这是否能够为此案提供新的侦查思路呢 我们通过查询 卫星定位系统 发现此次 在轿车过后 已知在 持着 隐瞒住处附近的拱路上 来回徘徊 他并没有处服 怎样 我当时看到这个诡异第一点啊 就感觉真是 不是正常的在跑 跑就是开车 应该像是在拆点之类的 在看 在观察某些东西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此外 GPS定位还显示出 肇事车辆在8月1日租车当天 还曾来到过一个加油站 得到这一消息后 侦查员立即对加油站进行了走法 我们到加油站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 就是这个车 当时去加油的一个全部过程 租车人是一个女的 女的 然后她在加油的时候呢 她下车 下车之后 对车子整体进行了一次环绕 可能是检查一下车辆 所以我们就是对于这个女的相貌 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然后我们就叫 就打电话给魏某 就输令公司的老板 然后叫他来指认一下 认不认识这个是谁 他通过监控一看就说 这个人就是那天驻我车的人 这时 侦查员再次把岳某 叫到了交通队 配合调查 然后当时他一看监控就说 这是零 我非常权 因为这个李某跟岳某呢 他是在一家公司上班 因为经常时间 经常会见面 依族各方面都比较熟悉 案件到此终于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岳某的同事李某 开始进入警方视线 与此同时 侦查员对租车人在租车当天所使用的手机号码也进行了调查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对手机号码的核查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对手机号码的核查发现那个开户的这个信息 大概是在8月1号 租赁这个车辆的时间也是在8月1号 仿佛能够看到为了是为了租这个车 才去搬到这个那个手机卡 我们就到这个出户里 我们在看到视频的那一瞬间 就可以很确定的说购买这个电话卡了 就是我们的主要嫌疑人李某 此时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监控中的李某 但李某与尹某素不相识 他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此时侦查员回想起了之前询问过程中的 一个细节 在侦查员把岳某叫到交警队的那天 尹某的丈夫吴某下桥也在交通队递交材料 两个人就照了一个面 但是吴某有一个严实连着这样一个手上的动作 底头照了出去 岳某就说了 就说这个刚才那个人 我看得很面熟 我应该是应该见过他 然后当时一听着 我人见过 我说你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应该是我同事的男朋友 我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经常到我们那个单位去接他 所以见过两次 我应该对他有影响 死者的丈夫却被岳某辨认出是嫌疑人的男友 案件开始变得有些蹊跷 随后侦察员第一时间调查了吴某与李某的关系 通过大量的查询工作 发现雷某与死者丈夫吴某两个人电话有多次往来 在府阳各大宾 有多次开房同住记录 对李某和吴某家附近 以及了解情况的人员进行走访 发现了两个人以前就是一队恋人 后来因为家庭原因 两个人没有在一起 但是两个人婚后 各自结婚以后 还在联系 并且有朋友证明 他们两个人 有是亲人关系 那么此案究竟是李某一人所为 还是他与吴某共同合谋的呢 就在侦察员准备对李某实施抓捕时 李某却突然离职 连夜坐火车离开了复阳 然后他已经逃到四川 绵阳 然后踏水一个小镇上 就踏水镇嘛 跑到这个地方去了 此时一路侦察员赶往四川 对李某实施抓捕 另一路侦察员 对吴某展开了秘密调查 原来在事故发生的当天 尹某的丈夫吴某 也曾来到过交通队 接受询问 当时我开的时候去送货到门上 然后呢 后来开的时候 就彻底就开不住了 开不住了 我打电话就叫流动舞台了嘛 来过舞台的时候 你太晚了 明天再播 说你也不想吧 然后就打电话就像 媳妇讲媳妇来接我不想 那个是大概几点 就等到八点至九点 我才准备上车的 然后我上过车 然后赶紧打电话 我叫来嘛 他说来过了 然后我又叫大家 我又打一遍 电话一个男的接了 你媳妇叫车碰了 然后我就晃了床那儿跑 跑了呢 然后跑过去 然后我就安心 然后小孩 我就得看小孩 小孩到时候还给我发话呢 包括谈话 包括询问 感觉吴某就是说话 非常感觉 情绪拿得比较好 此时的吴某 并未引起侦察员的过多怀疑 然而就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 吴某向警方提出了一个请求 在后期的跟吴某进行对话的时候 吴某曾经说过 就是人已经不在了 但是现在案件怎么 怎么没侦破 不要紧 但是那个尸体不能一直停在病院 他言外的意思就是 想尽快的火化 处理掉这个尸体 在随后的走访中 侦察员又从事故第一报警人 鲁某那里 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 鲁某说他确实是第一报警人 但是他不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 吴某第一时间到现场 当时还没有报警 所以他报了警 所有的线索都在暗示着 吴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但是在侦察员与被害人家属接触的过程中 鲁某的母亲 却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最多人哭 我哭了也不吃饭 也不常常人来 我真的哭都抬不起来痛 他咧了 他落了我手 妈妈还有窝里 妈妈还有窝里 他有光 他光着让我 妈妈还有窝里 你别哭了 还有一窝里 我说你该吃 你吃 你该喝 我说这谁也没有找人 没有找到人 我说你不吃饭 我害怕他不吃 不吃饭 我说你该吃 他妈是喝 他有那个事 我说你不吃饭 他还倒了咋 我说 在警方和银某母亲面前 吴某盼着两人 那么打一个 才是他的真实面目呢 随后侦察员调去了 吴某和李某的短信记录 从中发现了重要线索 就是两个人从决定杀害银某 一直到最后 银某被杀以后 包括他们躲避公安机关 侦察 在这个短信记录上全部体现出来了 我们就根据这个情况 向领导汇报以后 决定对犯罪嫌疑人 吴某 这个李某 实施抓捕 2015年8月13日中午12时 侦察员在四川绵羊 将踏水一缕管内 将李某抓获 李某到案以后 很快的就主动公诉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对于他于2015年8月14日 在于吴某 两个人合谋 共同杀害 李某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愧 同一时间 在安徽省复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贪护女儿的吴某 也被抓捕 到案后 吴某却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 吴某到案以后 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 百万脚远 可以说是 他压根就是不承认 这个过程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现在呢 两个犯罪嫌疑人都被抓到了 他们两个人是一对情人 他们两个人合谋 有女的食尸 去杀死了男人的妻子 那因为下手非常狠 而且是连着对方的孩子一块撞的 其实要么是这个行凶者 特别心狠手辣 要么是他跟他男朋友的妻子 有深仇大恨 但事实上呢 谈不上有什么深仇大恨 而且呢 这个女的 这个李某啊 据说人特别老实 特别本分 从来没跟任何人发生过冲突 非常听话的一个女性 那她干嘛要做这种事呢 两个人被抓了之后 态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女的呢 供认不会 然后呢 就把所有的事都往自己身上拉 什么都扛 男的呢 拒不承认 而且是百般推脱 这件事背后的隐情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接着看一下看 审讯中 就在吴某还在侦察员面前不停的辩解时 李某却将所有的原因 归记忆到了自己身上 你都现在还是觉得 给你才是要是吧 对啊 如果没有 我父母不会受到伤害 如果没有 小娘也不会受到伤害 如果没有 大家也不会再受 据李某交代 他与吴某 2005年相识 很快就发展成了一对恋人 就在二人考虑结婚时 他们遭到了李某父母的强烈反对 李某说 对于父母的这份阻挠 他和吴某也曾做出过很多努力 你到底想和他在一起吗 小娘 怎么可能不想你 如果不想就不会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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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跪在父母面前 那都可乐不好叫 你都可乐 哪该不愿意就不愿意 那你不愿意就不愿意啊 那不愿意 他再愿意 哪不愿意 最终 这一段恋情 在李某父母的阻挠下被迫结束 对于父母的决定 李某总是言听计从 其实 这背后还有另外一层隐情 在李某小的时候 李家原本还有一个小儿子 他就是李某的弟弟 由于李家生活窘迫 父母总是在外忙于生计 无暇照顾两个孩子 李某和弟弟从小相依为命 感情善毒 然而就在李某快要初中毕业时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由于是李某的母亲要求儿子一起上房干活 所以孩子从房上摔下来之后 李某的母亲受到了打击 让我说 第二代 robot 我怕他会 我爸妈妈 我的孩子 都还不怕 你再把他都给 认成人给他 他老时候他请老时候 他都给他请老时候 对好对哪 虽然爸爸妈在做 但是我比他妈还在做 因为比较严重 我那已经比他妈做 我回来我什么都没有见到 都没做阿姨呀 感到我 连我连最后一命都没有见到 在经历了弟弟和母亲的双重 灾难之后 原本就不富裕的离家 生活更是风雨飘摇 父亲只能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照顾母亲身上 我都在弄苦力 我都在撑着 他们往后里头都 都激动了死去 还有地人 与家话疯了 而且他娘里没有男孩了 都撬不起他 所以从那一刻 他不是觉得我是躲着的 当时被俩老弟子 也没问过 弟弟的意外去世 让李某的心里 也蒙上了一层无形的压力 所有的亲人 然后见到我 总是那句话 都是想伤害你妈救你了 你要好好的疼 你要好好的笑人 尽管李某对吴某百般不舍 但他最终还是遵照了父母的要求 就以为当时 我妈娘的 我要给他 他就没有我的女儿 我害怕我要给他 但我没有妈了 我害怕我会后悔一辈了 我害怕所有人都会没有 我就以为我 离开了吴某的李某 在父母的介绍下 与同村的一个人相识 并且迅速步入了婚姻 然而好景不长 在遭遇了上一段感情的打击后 李某在这段感情中 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情感慰藉 李某说 婚后不到半年 因为生活上的琐事 他就遭受了家庭暴力 老师两句话不关 然后他就懂了 两句话不关 然后就懂了 现在躲着我哥们 把我压在沙发 然后吵连火 每次遭受暴力后 李某都渴望家里 能有人出面 为他讨一个说法 现在躲着家里 然后给他吵 然后他怎么样 都一直让我睡 让我睡 婚后一年 李某怀孕了 他说原本希望通过孩子的降临 来改变家庭的现状 但最终也未能实现 他俩人就不高兴 什么 然后就吹我 然后咬咬会 咬咬会 后来就换第二个 第二个我一天都没有咬咬 我就把他溜掉 在怀孕产检时 医生告诉李某 这一次是一名男婴 于是在母亲的劝说下 李某保住了这个孩子 小孩生下来 自己找个小孩 自己做饭 自己习戒了 小孩六个月 那一次他俩打得疼 不耐之下 李某选择了报警 并向南方提出了离婚 李某说 结婚七年 他很少在这段感情里 得到应有的关心与回馈 随着时间的积累 李某越来越无法排解 自己内心的痛苦 就在此时 吴某出现了 我觉得就好像有种情 我要找个 还有自己走到我的村子 这次的重逢 让李某不仅找到了 以前恋爱的感觉 也让他从吴某那里 得到了他在丈夫身上 没有得到过的满足感 其实每次来见面 哪怕都吃完 多了之后 哪怕都不吃完 我都饿一天 然后这一天 我就觉得挺好的 很快 李某对吴某的喜欢 也变成了言听计从 就那段时间里 我就觉得他说什么 我都要听 甚至他讲的 不让我闻闻心 不让我闻口口 不让我给异性交往 不让我给朋友出去吃饭 他自己都讲 他说你那么啥 出去这样子 把你当给卖了 你还给他喝钱 他说你不要给他 外卖人的交往 你不知道人也嫌恶 你不知道他们 会有啥饭吗 他说你老是我可以想起 但是别人有啥饭吗 你不能拿 就是我的生活选的 除了上面 就是回家 然后就听他这话 甚至因为听话 李某在吴某的说服下 选择与丈夫离婚 然而 当吴某回家 向妻子提出离婚时 却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在反复离婚不成的情况下 吴某动了杀掉尹某的念头 起初 在吴某与李某商讨 如何让尹某消失时 李某曾极力反对 但吴某却说 如果不是因为当年 李某父母的反对 他就不会有今天的生活 这让李某心生愧疚 他说如果不是当时我逼他 如果不是俺家人逼我 然后他就不会 过得现在脑瘾 此后 吴某对李某进行了三番五次的说服 他说我欠了 然后就应该还了 如果这一次做了 然后以后我就不欠了 这个我们在审讯李某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 这个吴某花言巧语 你说他怎么哄你 就平常怎么哄你 然后李某就给我取了个例子 说打比方 他想让我往东面去 东西南北四条路 他让我往东面去 他会跟我分析 南面不能走 北边不能走 西边不能走 就说东西南北 去掉东边一条路以外 剩下三条路都不能走 各种各样的结果 他就分析给我听 我一听肯定不能走 然后吴某还问我 你看从哪里走 这时候我只有回答说 朝东面走 然后吴某还要告诫我 你朝东面走可以 是你自己决定的 如果你朝东面走 摔着了碰着了 出了什么问题 你不能怨我 这是你自己决定的 李某就跟我说 这个吴某对他 就是说平常哄到他 就这种笑话 最终在吴某的说服下 李某开车 撞向了尹某 及其女儿 他对吴某的言听计从 也让他走向了 最悦的深渊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不知道他什么样的人 对啊 你不是挺喜欢他 你表演他吗 我记得他对我好 说到解析极思广益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 夜线道场嘉宾 媒体人于波洪老师 心理专家白岩仪女士 欢迎两位 这个女的李某说 她到现在无法明白 她男朋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咱们先来说说 她这个李某是个什么样的人吧 对 你看她 那马木的言听计从 看似软弱 但是性格死然 另外从他设施犯罪的行为 我感觉他并不是软弱 而是糊涂 我认为李某最糟糕的 是把心交出去以后 自己的脑子 也不再是自己的了 为了所谓的爱情 竟然像这样杀人灭口的话 都会不折不扣的去执行 想他这样 想用犯罪去获得幸福 我想是不可能 得到任何完美 得到的毕竟是完蛋 而且特惨的是 到最后 人家那男的不扛 不认 人家全推脱了 然后你扛了 就是这样 就是 当然这个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个性 可以让他这么做事 而他的这个个性 跟他的成长背景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李某 他是一个特别典型的 被控制型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说有控制型的人 有被控制型的人 我们通常管这一类的人 叫做服从性人格 就是他习惯于服从别人 给予他的指令 而并且对这个指令 是不加思考和分辨的 就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而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 是和李某他的成长 有特别紧密的一个联系的 你看 我们说什么样的人 容易形成被服从性的 这样的一种人格特点呢 有的是用溺爱的方式 父母 你要什么 我就给什么 你想干嘛 我让你干嘛 你要星星不跟你月亮 所以这时候是孩子 就会为了得到父母 给予自己的这些满足 所以我就特别的服从他 这是一种 李某不是这种 李某不是这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特别严厉的控制 就我不溺爱你 我也很严格 但是你不需要自己的想法 我告诉你 没几乎是白的 你就不许说是黑的 如果你说是黑的 我就给你惩罚 这是一种严格的控制 其实你说他吧 我觉得也不太像这一点 我觉得他特像第三种 就是家长用一种弱势控制的方式 给孩子增加无限的罪恶感 从而导致孩子自觉自愿的去服从 那我觉得李某跟这个特性 在控制人的方式里边 这一种是特别常见和特别狠的 特别狠 我都特惨了 你不得怎么着我呀 于是你就得听我的 对 我这么惨 不都为你吗 我这样不都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如果你不这样 你不还不知我情 你还不听我的话 那你简直就太不是人了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你看他们家从小弟弟都没了 你是咱们家唯一的希望 你怎么能嫁给一个除了个子爱 其他并没有其他毛病的一个男孩子 当时是那样 至少 然后说弟弟都没了 你必须得听我们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听我的 我就以死相逼 那这时候孩子就会觉得什么 我父母的所有的不幸 都来源于我的不听话 都来源于我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所以因此我要放弃我的思考能力 爸爸妈妈说是什么 我再痛苦 我也得去对他进行服从 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形成了李某 他这样的一种服从性 所以我们说家庭教育 千万不要说 孩子有点什么 不行我心慌 你跟他好 你俩出去玩去吧 你跟他谈恋爱 你去吧 你甭管我死活 这时候这招特狠 然后这招让孩子特别的痛苦和压抑 最终他一定会以一种特别奇怪的 通常是以发泄愤怒的方式来去呈现 他内心的不满 说实在的 我觉得这个事件固然是后来吴某策划心狠手烂 始作俑者根本就是这个女孩李某的父母 他们一定不知道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他们到现在还很理直气壮的 可能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受害者 但事实上你能看到 就是他不光用苦肉剂让孩子服从 就是他拆散孩子的爱情的时候 那一对男女那么相爱 人说了人俩只要在一起 吃不上饭 一天不吃东西都不饿 那真的是热恋 拆散这样热恋中的一对情侣的唯一的理由是 那男孩个儿不够高 这下还有别的缺点吗 没有 个儿不够高 我不喜欢 我不让你们好 然后他说 他女儿特痛苦 女儿在我们面前磕头 光光光的磕呀 你就是磕烂了 我说不让你在一起 你就不能在一起 这是多么冷酷的摆弄着别人的情感 然后我觉得这真的是特别 张老师这个观点我非常同意 这一起恶性案件 我认为和当初父母干涉婚姻是有因果关系的 我们说孝顺父母 并不是事事都要顺着父母 儿孙自由 儿孙福 像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父母干涉了子女的婚姻以后 往往会是子女今后的生活留下后遗症 一旦他今后的婚姻不幸福 他就会耿耿于环 就会对拆散的那一个情侣 他更加的刻骨铭心 一旦有了机会 大家可以在一起有这样的可能以后 他就即便是飞喝破火 比接而是铤而走险 他也会去尝试 而且就像这样 他会不顾婚姻道德 不顾公序良俗 我觉得就是他这个状态是 他父母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导致李某他第一段婚姻不幸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当然不是全部原因 他第一段婚姻有家暴等等 那些都是我们坚决反对和抵制的 但是我觉得是和他的父母有原因的 因为李某马上就要和他认为最美好浪漫的情感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父母突然间让他们夹人纸 然后这时候一停下来的时候 李某就会内心感觉那么美丽的一个东西 我没有得到 那么幸福的一种状态 我没有得到 你想他内心当中住着一个男人 他怎么可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有这样的一颗心来去对待他真正结婚的那个男人 已经注定了那个婚姻根本好不了 怎么都好不了 而我觉得他父母的责任不仅仅是说拆散了这个婚姻 导致了后来他俩又怎样怎样 为了离婚又折腾 是铸造了女儿的性格 就刚才您说到 他们永远会让女儿觉得 我对不起你们 我得听你们的 凡事没主意听别人的 特别容易自卑 是因为从小的那种教育 你看出来家长重男轻女 他们家严重重男轻女 好原因儿子就留下 女儿就可以打掉 就这样的情况下 女孩其实是没有自尊的 她也就不能有主张 她在爹妈那没主张 什么都不对 她在男朋友那就也没主张 那姓吴的说怎么着就得怎么着 而且她永远有负旧感 她做人的结果就是 所有的倒霉事都怪我 所以在这个男朋友面前 有什么倒霉事也都怪我 但是就算是她软弱 毕竟这是杀人 怎么敢替人去杀人 而她这个男朋友吴某 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算是你的婚姻不好 你们可以离婚 你可以再跟李某结婚 干嘛要让人杀死 这个老婆乃至孩子 明天的节目我们接着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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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